我们在求学 求学是学生 我们做所有学生的好榜样 这才能就证社会的错误 才能够挽救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世间人虽然普遍的在造罪业 我们想起来太可怕了 为什么普遍在造罪业呢 我们明了 这个罪业它也有因缘过我 因是无师借来的烦恼习气 那这个没话说 一切众生过过都居住 但是虽有烦恼习气 假如没有外缘的诱惑勾引 它也很难起先行 可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欧缘太多了 哪些是欧缘呢 科技的媒体是欧缘 我们今天打开电视 全世界 看看报纸 广告 杂志 里面的内容都是将杀到遗忘 这是语言 里面本来就有这个烦恼 再看到外面这个语言 等一破就好了 哪个不造罪业 为什么现在造罪业的人这么多 造罪业这么重 比起过去 过去世的时候 不要说多了 比起过去五十年前 增长多少倍 不止几十倍 至少在百倍以上 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东西方古老的预言 是世界的末世 全世界的大灾难 说这些话 我们今天相信 众生的思想间接行为 这个是遇到 他心底善 行为善 后来又善过好的报 隐行都不善 后来怎么会有好果报呢 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 我们也利用这个高科技 利用 传播这些工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